一年一度的母親節又到了 沒很多人會買空內心送給媽媽 不過在家裡有一個會計店 扣如就送花比較沒有創意 就開一門免費的母親節會計手感口 讓鄉親可以做一個漂亮的禮物送給媽媽 祝福媽媽母親節快樂 台下民眾是很專心 聽到台中的老師在感慨如何獎回禮 保證和漂亮 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母親節 親節的民眾是特別高島男親從幾天回店 來參加秋作客廳 來做一個漂亮的回首來送給家人 可能在這個疫情當下我們還可以就是 大家就是相聚在這裡 然後做這種母親節的花束 就覺得自己很我們真的很蠻幸福的 就很好玩啊 因為就自己就是媽媽嘛 就自己做送自己啊 明天就是母親節的 在這個這裡 大家都會買耿耐心來送給自己的媽媽 不過在島南就有一間火焦點 是找不到送火是但不然沒生意 它是就配合青春幾天的活動 來開一個不用火的母親節會的手感口 讓鄉親可以做一個漂亮的禮物送給媽媽 因為我們其他倉庫 然後每個月都有一個免費的手作課程 所以我們今天因為搭配母親節的主題 所以我們辦一個免費的手作小花束的活動 我們每年都會回奶奶家幫她過母親節 她已經今年九十幾歲了 對對對 我們在大家有限的時間 然後可以一起相聚在一起 我們都覺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祝全天下的媽媽 母親節快樂 當時來倉庫基礎客廳的鄉親 也有很多是帶小朋友做回來玩 都要感覺很有意義 也對於島南可以有一個青春幾天 可以不要怕怕小小是很不錯 今天花是做給誰的? 媽媽 今天好玩嗎? 好玩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媽媽講? 謝謝 謝謝 母親節快樂 在這個新的倉庫裡 然後享受一點微微的陽光 然後剛好簡簡單單的這樣包裝 就有一種很療癒的感覺 今天就是母親節了 買回送給自己的媽媽 當時向自己的朋友拍攝說的感謝 賺到這個機會表達出來 就讓全天台的媽媽母親節快樂 謝謝您歡迎彩虹報導 媽媽 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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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